這集訪問的兩位嘉賓 每次出場,粉絲都會馬上瘋狂尖叫 而事後會喉嚨痛、聲沙沙 甚至頭暈 不過以後不用看醫生 因為聽完他們唱歌,立即遇到病除 歡迎光臨,姜濤和Ian 平常見到MIRROR一對人出現 這次是你們倆跟我們聊聊聊 因為你們將會推出你們 第二首個人獨舞 不如姜濤先介紹一首新歌 其實這首歌主要是關於愛情 因為當初我聽到這首歌的展示 其實我先作了國語版的歌詞 你先作了國語版的歌詞嗎 遲些也會讓大家聽到國語版 看完我國語版的歌詞 然後陳穎謙寫了廣東話的歌詞 他想以更廣的視覺去說這首歌 覺得阿達人提斯是傳說中的 未知是否存在一個國度 所以愛情也是… 現在這個社會 其實不知道是否有美好的愛情 所以希望藉著這首歌 可以帶給大家美好的愛情 所以所有歌詞都是很夢幻的 聽到他的歌曲 到最後有個小彩蛋 就是他會說一句,愛你 那首歌是臨時加的 其實是剛才錄完最後的幾次 因為我臨時覺得我想加這三十字 我覺得最後… 雖然我現在可能沒有對象 可以說這三十字 但我很希望聽到這首歌的人 尤其是支持我的支持者 其實這句話都是跟他們說的 很希望台下的觀眾 很甜蜜地聽著這首歌 因為我很希望自己表演的時候 我也很喜歡我的支持者在下面 笑著聽 好像Ian說的另一個樂背 他可能比較悲哀 大家可能會聽到有很多感觸 Ian,阿姜頭踢到你了嗎 我那次… 一個樂背 對 我這首歌是一首慘情歌 因為我本身寫的歌 很多都是慘情歌 這首歌我是有份參與創作的 其實本身寫的展示時 它也是一首慘歌 但接著我邀請了Cutson 他幫我調整這首歌 幫我改變 因為當時我寫完一首歌 我不知道是否好 也沒有太多信心 沒有太多經驗 沒試過有自己個人作品推出 所以就想起 如果找專業人士 很有經驗的來幫我一把就好 於是便想到找Cutson幫忙 這件事很沉重 是 因為當時填詞人林寶 他看了那部《切爾諾貝爾》這部劇 當然是嗎 好的,我只知道有甚麼關係 然後令人有興趣 對,一提起這個諾貝爾 大家都可能想起諾貝爾獎 不會想起這個《切爾諾貝爾》 於是就帶出這個主題 就是大家都經常聽到一件事 只想到好的方面 未必會想到壞的方面 或者我個人理解 就是當有些事情… 人同事也好,感情也好 當真的被摧毀或消失了 人們才會想起以前有多美好 《切爾諾貝爾》是否真的好 你反而很喜歡唱這麼慘的歌 我很喜歡,我當初問番姐 拿表演時,我先拿她的歌曲 我覺得…我們倆都錄了音 正常應該會立即想聽自己唱的 最後版本 但你現在聽了 我先拿著這個歌曲 所以我說我以後一定要唱這首歌 最近跟她一起宣傳 她不斷套我高帽 我心想這首歌一定… 她還要跟各位前輩、DJ的人說 這首歌一定紅 一定紅 一定可以,是代表作 我聽到挺搞笑的 但她說這首歌不一定很紅 其實你這樣說完之後 萬一大家覺得不是的話 怎麼辦,會很尷尬 花姐 我怕胖子比較胖 對 胖子比較胖 剛才我這種胖子最怕胖 永遠是在瘦和胖之間做抗爭 我為了一個目標而瘦身 瘦身後不斷胖 然後為了目標再瘦身 所以大家每次在螢幕看見我都會說 又不胖了 肥瘦肥瘦 有些粉絲很壞,用那些圖片放下 你一個月前擺臉就知道 現在又放下結束了 小少爺 你不敢打 我怕別人會以為我經常被人照顧 但其實我的治理能力很高 不過我覺得小少爺純粹是… 我的理解是純粹是一個高貴的少爺 因為你彈琴 你不記得穿全身白色或其他 看上去真的很… 很少爺 可能… 而不是要別人服侍少爺 我知道你們倆為了這次首新歌 也拍攝了一部音樂電影 可否跟大家說說故事是怎樣 首先介紹我們的職業 是 為何要碰它 有點關閉 大家好,我們是死神 他在拍攝時不停捉住我 又在片場大喊 大家好,我們是死神 這次很尷尬 好吧,我陪你說說 但是如是者說了十多次後 我真的開始感覺到那種尷尬 不停滲出來 我們有兩個死神 有兩個男的,有一個女主角 是真的嗎 對 我們還說笑 沒錯 通常有兩個男主角 一位女主角 多數都是那種三角戀 或是大家競爭的關係 反正我收到消息 說你們各自除了死神意外 有個身分 一個是蛋糕師 一個是玩具設計師 這又是怎樣的內容 主要是因為她喜歡吃蛋糕 其實你們現場女主角 不停吃蛋糕 對 是不同的品種 她也是這樣想 所以她那天整天沒有吃 她只等待在一起 我為了你的電影 真的瘦身瘦很久 你也喜歡吃蛋糕 對,但我… 想著不停吃 但我知道拍攝這兩個微電影時 我又不可以… 鏡頭面前不可以太胖 所以真的有瘦身的事 就是等那兩天 知道自己做甜品師 可以不停吃蛋糕 等一下… 等一下… 在廚房沒有蛋糕 這麼搞笑嗎 不是,劇情原來跟女生一起做蛋糕 幸好後來導演也有買幾件蛋糕 滿足她自己的個人心願 不是,劇情也需要的 好的 如果那些蛋糕是給我吃光 八件… 我想問你為何會減肥 我已經回答了 就是因為… 因為甚麼 是音樂電影去減肥 我最近很滿足 好的,我看了這個電影 我完結了這個電影後 好像肥了五、六公斤 一個星期而已 所以我經常說 如果以後要拍一部電影 電影或劇 要做一部很肥的肥仔 二百多磅 對嗎 只要給我半句 我可以真人出現 不用CG 不用 裡面對愛情的追求 如果有一個人 就會用這個方式 我覺得是比較相似的 也相似的,是怎樣的 跟裡面的角色 我真的私底下挺喜歡開玩笑 很喜歡哄別人笑 有很多話說 你捉住另一個女生 說我們是死神 不停逼人打 不可能如果有女朋友 我會跟她打 打好,我們是情侶 好… 不,搞笑 純粹… 對,Ian,你自己的角色 如果有一個愛情時 你也是這樣對,還是那一半 我的角色比較… 很沉默寡言 但例如女朋友跟我說話 我不會很大回應 可能會一直發呆 她會覺得,你為何要跟你說話 你不理我 但其實我是聽完她說話 然後就記住 例如你跟我一邊說… 我下次就會做出來 但我現在不會給你太多回應 我覺得這一點是相似的 但其實如果真的拍拖 我不會很少說話 我也會很哀哀巴拉 吃東西 你終於適合一題 這個真的不用… 這個…全香港都知道 這個我覺得是唯一… 最喜歡吃的 勝於我唱歌、跳舞的熱情 我想我可能喜歡吃的食物 是嗎?真的嗎 我最喜歡吃一些肥的食物 高卡路里、漢堡包 任何你想到的垃圾食品 其實都是我的最好 對,漢堡包、炸雞 沒錯 而且一定有順序 你先吃鹹的食物 對 嘟嘴… 當中氣,顧著那些我們 我們看見大目的 我已經很久沒做過 我知道,我就說… 對嗎… 不是,當日你拍到我的食物 我不其然,原來 發脫了 我不小心 對 嘟了嗎 我看著想吃 但無法減肥 不能吃的那種… 很可惜的表情 平時都會見你一群人 這次為了宣傳新歌 你們相處時間 你們剛才也手牽手了 是否特別多 所以偶遲了大躍進 沒錯 別瞞著大家,其實我們已經… 其實我們又是死神 其實我們… 其實我們又是死神 對,不是… 在《全民造星》或比賽時 很少跟這個人說話 他比較少說話,我也比較少說話 大家都好像沒太了解對方 所以真的藉著大家唱歌這段時間 尤其是拍攝微電影那兩天 真的拍到天分地暗 覺得整個世界就是… 見他更多,我見家人 所以就拍了他做哥哥 是嗎 是嗎 是 我的弟弟已經想買Cater 你現在叫我… 我也叫他哥哥 是 但其實我們跟MIRROR其他成員 仍然有保持聯絡 譬如Anson Kong 他也會經常發音樂錄下自己唱歌的影片 問我唱得如何 或是因為他現在正在學結他 然後他也會問我 所以即使不是經常見到的 還是保持很好的感情 但我跟姜濤最近 真的每天見到的家人更多 所以突飛猛 Anson Kong的地位應該很快受到威脅 真的… 受到威脅 為何要有些甜蜜的東西嗎 例如見對方累了 你會幫他捏一下,捏兩下 我很想捏著睡覺 他會捏著我 而且現在就算我們去電台 做訪問、宣傳 他也會捏著我 要不就繞著我的手 要不就牽著我 是怎樣的?你試試 我剛才… 要示範 我剛才坐著他就繞著我 我剛才坐著他 真是牽著我 這裡是這大麥克風 總之我說話時有點… 好的 如果你們自己… 譬如說讓你選擇 你想自己一個獨舞 還是兩個合唱都會比較好 合唱嗎 那會比較好嗎?兩個一起做 合唱,我怕我沒有這個唱功 不,因為我覺得… 接下來MIRROR也有說 你會和阿張合作 兩個唱功,我們MIRROR 暫時來說算是最好的兩個 好的 我想我們先多學習 我相信你們的友誼 透過宣傳日特飛晚進 在接下來的作品 都會看到你們友誼無限 好嗎 繼續支持你們 希望更多聽到你們的作品 好嗎 謝謝 好嗎 謝謝